TVB和人際合力打造的短劇 《人際心》 在1月7日晚播出最後一集 劇中以真實故事 導出殘而不廢的人生 向大眾發放正能量 飾演全身癱瘓病人的吳家樂 為了角色下了不少苦工 更被大師兄錢家樂 大讚演技大躍進 以前只是在掌門人 和綜藝性節目跟他嘻嘻 現在演技真的三級跳 剛才都說來就來 當然不是 其實我看到很多女演員 嘻嘻就行 我在想為何他們這麼厲害 可以一嘻 那就是女演員 對 我發覺很多男演員 嘻嘻又行 那我想一下 既然自己拍了這麼久的戲劇 可不可以做到一些事情呢 你還不知道 這場戲由我收到劇本的時候 首先這場戲是角色要見功 很緊張 因為對於他們有一個轉捏點 第二,我知道那個幕主任 原來是你 嘻嘻 我立即說 糟了,快點給劇本看… 厲害,又不拿劇本入廠 我們叫做廠 厲害,他熟讀劇本 令我也有壓力 你不會 不過今天當然很順利 真的很順利 我覺得… 幸好他進入戲劇組 我覺得是戲劇組的榮幸 由於兩位的名字都是叫家樂 劇組呼喚他們時 難免會有點混亂 不知道兩位當事人又如何應對 家樂仔我應,家樂哥他應 很厲害 家樂爺就周家樂應 對,現在很多家樂 他們說單位同級,家樂爺 現在就多一點家樂 其實我們以前一向 我們明星足球隊 只有我和你 對,大家都說家樂 誰 後來其實他們已經分了 A,B,家樂A,B A,B,我們就知道 其實這樣我們很清楚 但發覺一月零月多家樂 CDEFG CDEFG 就快到2Z 像出車牌一樣,回頭 而袁偉豪和蔣家文都有份演出 兩位更是首度合作 Bang還笑稱家文是師姐 我一直都很想試試跟Bang合作 但想著合作 即是自己不會想是一套短劇 是想著一套長劇 可能20集 但這次只有5集 也不要緊 起碼可以先合作 是 不過這次這5集 其實劇情就不容易拆出有火花 因為比較實況的情況 都是跟著真實故事去做 所以未必有這麼戲劇化 Mary真是我媽媽 因為她有一次病了 中風 其後就遇到 在街上找到一些流動的醫療服務 繼而用了相關的醫療服務 穿插在一些醫療服務的人 以及我自己家裡的故事